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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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传交易公园 浑然天成的风景 未来将被建设成为国家4A级景区和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北运河 北绿意和新阳环绕的城市生态走廊 感受生态与历史的丰厚馈赠 俊勇人文观蓝而居 路进俊南湾 北较新区 北运河畔 二十七万平米 人文生态住区 在悠然眷勇的北运河畔 在自然风景的环抱之中 秀美融化的水岸生活 勾勒出路进俊南湾的优雅轮廓 以两周一环多组团的高配置园林规划 为您开启品质生活 科学安全人车分流设计 出行便捷无忧 超长镜面灵动水景 抵挡水流 滋润甜美的归家心境 从林英观景步道到公共绿地 一系列空间景观的精心设计 营造出充满活力的人居生态大镜 二十四小时慢跑步道 将月同成长 一天不只是 有一条古老而神奇的长河 还是我本人的作品 用双手抬脱 我用满边前一首 一天为大光希望之一 啊 我每一切无间 我可以想过 我愿意想想 我再想回来 我愿意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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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古老而神奇的长野 任命我能的起了他重返广角 我们的情绪 你见过那东西安静 我们的情节在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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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有愛的 想要這樣嗎 愛情會長的愛 沒看著我 想要你我 會想要你我 想要你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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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持人大位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相逢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主办方 对各位来宾的光临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欢迎大家 在灯光秀和美伦美奂的独唱表演之后 我们今天的活动就要拉开帷幕了 今天呢 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应该说是高鹏满座 新鹏就有汇聚一堂 因为在这里有我们路进太阳城的老业主代表 也有我们路进俊南湾的牌卡贵宾 所以我祝愿大家今天下午在这里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也希望大家心想事成 提到路进地产 大家都不陌生 路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 是路进基建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旗舰公司 位列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一名全国房企30强 众所周知的路进太阳城 应该说现在在天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它也是路进地产天津公司的开山之作 作为天津东部魏国道板块的宜居大盘 它聚守着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河东金兵门户最具宜居价值的核心位置 应该说在那里有着便捷的交通 教育 医疗 购物等各项配套生活设施 回首十年前 如果让大家到我们的项目所在地去走一走 看一看的话 很多人都无法想象 现在的一切竟然是在那里实现的 从最初的举步维艰的出行困境 到如今纵横交错的交通路网 方便快捷的地铁 出门就到的公交站 可以说便捷的出行环境 也使得路进太阳城成为了出则喧嚣 入则静谧的本市东部移居新城 应该说当年最早的那批路进太阳城的业主 对这一切的蜕变是最有发言权的 那么我们路进公司的口号和理念就是 用心来铸造美好生活 而如何铸造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是否实现 我们的业主是最具有发言权的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在太阳城这个项目 居住了很多年的业主代表登台 和我们一起分享在太阳城居住这些年的 点滴网市 寄数他们的家庭生活变迁 掌声欢迎 喂大家好 我是张艺娟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太阳城的幸福生活 我记得是在2004年 那是第一年呢 我到了太阳城 那个时候的太阳城呢 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 天很蓝 路很宽 人呢又不多 当年呢 我购买了一套绿胸园三室的户型 转眼呢 十年 十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发现 有保存 而且也是最珍贵的呢 是我儿子晨晨和太阳城 一起成长的经历 在2012年 我们在太阳城迎来了晨晨 那现在呢 2018年 晨晨现在已经长成了 六岁的活泼可爱的小男生 但是在太阳城的 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 还是社区 还是太阳城的体育公园 都记载了太多的 我们幸福的美好回忆 大家看上面这幅图呢 这是我在2014年的夏天拍摄的 同样是一步滑梯 那么下面呢 是2014年的深秋 那其实时间虽然不同 但是带给晨晨的美好回忆 是相同的 同样是一个雪天 左边图是2012年的冬天 中间呢 是2013年的冬天 右边是2015年的冬天 不同的时间 但是同样发生在我们的太阳城 绿轩园 那太阳城的一点一滴 无论是在家里 社区里 还是我们的喜悦公园 还有体育公园 都带给我们的是太多有趣的事情 各位业主可能看到这些图片 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眼熟 那左上角是在我们家当时拍的 当时我们的阿姨是在洗东西 我儿子呢 在很专注地看 我给拍了下来 那左下角呢 是在绿轩园的社区里 孩子呢 是在很仔细地看着别的小区发生的事情 别的这个小院子发生的事情 那其实绿轩园的小路 里面的小路呢 可以是孩子的色车场 那信箱下面呢 可以藏着孩子的密道 那右下角呢 那是我们太阳城 喜悦公园里 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围栏 但是变成了晨晨 高矮正好合适的一个篮球框 那中间呢 是我和晨晨在我们太阳城的喜悦公园里 在树上的树皮 我们俩扒了下来做了一个love的一个字样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很欣慰我当年就是有全职妈妈的时间 那这样的也给我了更多的时间 跟孩子在一起 跟这个社区在一起的时间 我很感恩这个社区 我感恩太阳城 如果说过去的十年 太阳城从一个新的一个社区 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成熟的大盘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 太阳城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完善 更加美好的友宁社区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第二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我是太阳城 时光里的一名业主 是去年年底交房 现在正在装修阶段 然后今天我的故事应该从缘分说起 因为缘分我选择了太阳城 时光里这个小区 因为缘分我认识了我的对象 因为缘分我入住了时光里 从开始的 我们成为业主之后 加入了陆小敬的那个兴趣群 就是组织各种活动 各种旅游 然后我们从线上交流 到线下相识 相知 相爱 我感觉我非常的幸运 同时也感谢陆小敬提供的这个平台 让我收获了爱情 收获了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认识了很多的邻居 我和他们相约 一起见证我的婚礼 同时希望 妙境和谐灵理观的传承 在天津所有的地方 都能够形成一种文化 和一种氛围 这就是我的故事 从缘分开始 有请下一位邻居 分享我们太阳城 很多感动的感人的事迹 谢谢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那我呢 是路进太阳城 绿轩园的业主 我叫余建华 在太阳城社区呢 我也是比较热心 然后认识我的邻居比较多 大家都亲切地喊我余建 那在太阳城呢 我是2004年 买了太阳城的房子 入住呢 是2007年 那在太阳城 也是生活了 有十年的时间了 在这十年的时间呢 我结识了很多的邻居 也收获了和经历了 很多的幸福的故事 今天呢 很高兴 也非常荣幸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相信呢 大家可能还对 2015年8月12号 唐姑的大爆炸事件 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在那次事件爆发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邻居 小元 他的爱人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需要在第一时间 奔赴爆炸的第一线 可是呢 小元那个时候呢 正好是怀孕 然后呢 也快临产了 那当我们的邻居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 那从生活企举上 对小元照顾留家 无论是买菜 做饭 还是就是出行 那都给小元 提供了无微不知的照顾 而且呢 一直等到他爱人 从爆炸的第一线 回来 等到他顺利生产 那其实呢 像生活中这样的 所谓的小事 其实还是很多很多 每天都在发生 那越是这种小事呢 其实越是打动人心的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 那我呢 也有幸 每天呢 都生活在这个 陆近太阳城的 这种幸福的氛围里头 那现在呢 我们也非常荣幸呢 有这个陆小近团队 给我们打造这个社区文化 从线上到线下 都有非常丰富的 社区文化生活 有机会呢 跟大家再慢慢分享 再一个呢 就是我在太阳城 收获的幸福生活 那我今天呢 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新朋友 和新邻居 都能收获自己的幸福故事 谢谢大家 同住温暖太阳城 共敬幸福大家庭 好的 感谢三位业主 可能有的朋友 如果参加房地产的活动 比较多的话 会误以为啊 这三个业主 可能是托 我来作证一下 你看第二位先生 黄先生 他这个表达能力 谁要雇这样的托 这钱就白花了 这是其一 其二呢 第一位的业主代表 丽娟 我们很早就认识 丽娟到现在为止 在我们天津的自媒体圈里 有一档非常棒的 纯英文 是他本人啊 纯英文采访的视频节目 前一段时间刚刚采访了 我们天津一所 国际学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 是两个地地道道的老外 英语非常棒 我为什么要提及他的工作 要说他的工作内容 我想跟大家传递的是一种信息 这种信息就是 有价值的人群 才会预判趋势 短视的人 才会只顾眼前 要知道 很多年前 梅江还只有卖六七千一瓶的时候 在场的很多朋友 有谁想到过 那里会有今天的一切 同样 在路径太阳城开盘之前 又有谁想到 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 能够发生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所以说选择并非眼前 而是预判价值未来 说到路径太阳城 不止一次的到那里去过 有工作的原因 也有各方面的原因 我了解到 咱们路径太阳城 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很像国外的社区 它有很多自发的兴趣组织 当然我们中国的这个自发组织 要比老外高级的很多 老外的社区里 大多都是老兵 这个这个借酒协会啊等等 我们接下来 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节目 可能大家呢 经常见 为什么说经常见呢 因为这个节目的表演者 我们身边到处都有 17年底 天津市老龄办的数据显示 我们京城 每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老年人 我们家家都有老年人 但是如何让老年人 跟随儿女 度过晚年生活 不仅是生活 而且是老有所养 老有所留 我想路进太阳城的成熟业主 协会和大家自发的 这些兴趣组织 能够给这些老年人带来无穷的乐趣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太阳城业主带来的节目表演 希望大家的掌声热烈 再热烈一些 掌声有请 给阿姨们一点掌声好吗 不要吝啬我们的掌声 精神绝术的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男士们还很谦让 这小领节多精神 来 大爷您这领子我给您翻一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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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生小合唱 共祝中国梦 雄伟是山里梦 宽阔是海里梦 未来是天里梦 幸福的百姓梦 鲜花是重变的梦 奥向是修营的梦 晚红是法兰的梦 江山是作的梦 好爱好情 永远好爱的梦 大地坎坷也荣誉于我 生前梦想的彩虹 未来走在西城 光游走我们 雄伟是山里梦 宽阔是海里梦 未来是天里梦 永远待兴梦 鲜花是春天里梦 豪向是修营的梦 好想是修营的梦 好想是修营的梦 大地坎坎坷也荣誉于我 大地坎坷也荣誉于我 世界梦想 能靠着的彩虹 我两树在西城 蒙住中国梦 大地坎坷也荣誉于我 世界梦想 能天天在乎 我两树在西城 光游中国梦 中国梦 看右转吧 感谢 感谢我们的叔叔阿姨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共助中国梦 大地坎坷也荣誉于我 我一天太大了 大地坎坷也荣誉于我 不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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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这个今天到场的老人们的儿女 还在台下为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拍小视频 或者拍照留念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挺好的 任何一个居住社区呢 它不仅仅是居住 它需要让我们人在这里生活 生活包含很多内容 生活有柴米油盐 但生活一样也有诗和远方 文艺活动 也许我们的文艺活动只是看一些美剧 英剧连续剧 或者到KTV里去唱首歌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台下的朋友们 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有一个成熟的社区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让他们在自己的楼盘内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并且能够发挥特长 发挥余热 我想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本场活动 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什么呢 抽奖环节 来 给点音乐 好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的抽奖环节来一点音乐 好吗 刚才大家在入场的时候 工作人员一定提醒过大家 这个要扫描二维码 来 二维码掉出来 如果您还没来得及扫描并且关注我们的二维码的话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并且关注路径官微 发送郡兰湾三个字 如果您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呢 在我们的屏幕上就有郡兰湾这三个字的写法 大家发送郡兰湾系统就会弹出一个抽奖系统的二维码 扫描识别以后就可以进入到抽奖系统 那么稍后呢 大家的微信头像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把屏幕的这个银河当中 为什么是微信头像呢 因为不管是谁最后领奖或者中奖 都是以您的微信账户为标准的 如果您中奖了 不要上台来领 我这也没有奖品啊 我也给不了您 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以后 拿着您的手机去联系我们入境主办方的工作人员 大家会给你 把奖品给你 我看到台中间有一位先生非常的急切 两只小手不停地在捣 希望你这捣呢 能够把奖品捣到你的身边好吗 希望好运降临到你和你身边这些漂亮姑娘的身上 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啊 再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接下来请出我们的抽奖嘉宾 我们的抽奖嘉宾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慕晓晋 来 给他点掌声 好吗 你看得听到吗 你看得听到吗 什么 你问我 我说什么 来 你过来 我说 把头转过来 把头耳朵给我 哎 这孩子呀 啥点儿 我说你听得清 我说你把耳朵给我 你抬起来干什么 我说你听得清我说话吗 可以啊 好 这样啊 我跟你说啊 大爷 一会儿啊 咱们这个抽奖环节 我说开始 你喊停 三次 先从三等奖开始 您听清了吗 好 这回哑语 好 来 我喊开始啊 然后我把话筒放到陆小进的这个 好家伙 大嘴尺八放去 放到这嘴这儿啊 好 三等奖 我们先抽三等奖 来 咱们俩先往边上站啊 别挡着大伙 看这正奖结果 来 你也就撞上了 好家伙 这大屏幕可贵了啊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你任意时间可以叫停啊 停 好 恭喜大屏幕上的这些朋友 三等奖的获奖人数是15名 来 工作人员 慢慢地往下拉一下 让我们现场的所有来宾找找 自己中奖了没有 再往上慢慢拉 这样循环一两次 让大家找找 有吗 有中奖的朋友吗 举手我看看 你别上来啊 我看到了 这边有两位 这中间 后边还有一位姑娘 中间还有吗 这边有一位先生 那小伙子呢 刚才那个 刀那个呢 没刀上 别着急 还有二等奖 好 我们把这个三等奖先暂时保存 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的是 这二等奖 二等奖的抽奖 中奖人数是10名 还是我喊开始 小剑你喊停啊 5 4 3 2 1 开始 恭喜这十位朋友 方望紫芸咖啡 深蓝 笑话人生 汤旭 也喝 深蓝 原来是你 东方旅乐 再往下拉 我们找找啊 再往下拉看看 莫小莫 还有一个是正方形的方框 好 恭喜这十位朋友 接下来我们抽取 这一环节的一等奖 一等奖是几个人呢 五名幸运来宾 开始 一等奖你可以等着时间 稍微长一点啊 停 看看 孙长 烧麦六爷 王浩 This is 还有五卵石 恭喜这五位 一等奖的中奖朋友 好 感谢小细 请到台下稍息休息 这一等奖的有外现场的吗 举手我看看 有吗 看到了啊 好好好 祝贺您二位啊 祝贺考验 这个你看我这工作缘故 我也没顾得上拿手机扫这二维码 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参与抽奖 大家别灰心啊 因为呢 我们今天是两轮抽奖 每一轮都是十五十五 三二一等奖 这个中奖概率是相当大的 如果说这一轮你没中奖的话 千万别走 也别气馁 稍后我们还有抽奖环节 今天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大屏幕上 有一行小字写的是北较新区价值论坛 而且这个坛字呢 没有用那个啊 许愿杂坛的坛 用的是这个坛话的坛 也预示着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环节呢 是一个非常轻松 非常幽默的形式 跟大家来谈一谈北较新区的价值 其实说到这个房地产的价值啊 我只能说是四分之一个专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身边有一些朋友 的确和这个行业有关系 我更多的是听人家专家说 我特别欣赏我自己的这个状态啊 就是跟专业的人士在一块的时候 不要试图去博导人家 因为你呢终究是门外汉 人家呢毕竟是专家 尽可能的少说多听 因为听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提炼出来的东西都会对你有帮助 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啊 我台下的这位 一会要上台的这位嘉宾啊 鲁先生非常帅的一位帅哥 在这个海河教育园区刚刚建成的时候啊 我通过鲁先生打听了一下 我说我有朋友 这个家人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呢 很可能要到那边去工作 我说这个区域值不值得入手 大家都不看好 鲁先生很斩钉截铁的告诉我 入啊 然后我就告诉了我这位朋友 但是很遗憾的是 直到现在他也没把日报大楼附近的那套老房子出手 因为他的价位预期价位太高了 即便有人愿意接这个盘 他拿着这个钱 他也无法再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劝大家遇到专业人士的时候 千万别以为人家忽悠你 我们忽悠大伙干嘛呢 又不给我一分钱 而且我是好心好意帮他打听 所以说当专家说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千万别犹豫 这是我个人的忠告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北教新区的价值论坛 请上的这个两位谈友 谈友都是我的好朋友 一位呢是鲁肇明鲁老师 鲁肇明鲁老师 鲁肇明鲁老师在咱们天津是非常响当当的一个人物 另外就是俊兰湾项目营销负责人李新雄 李总掌声有请二位 大伙要给我挖坑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鲁老师跟我不止一次的 在同一个舞台上出现和合作过了 对我经常跟他在一块 而且我们私底下也是好朋友 但是说实话我特别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比我帅 得了吗 有他那你都没我什么事 过假了 今天把二位请到台上来 其实我想在座的很多业主朋友也非常荣幸 非常幸运有这个机会 能听听二位的这个介绍 西雄总是我们俊兰湾项目的销售负责人 鲁老师是咱们天津地产界的资深人士 我们圈内管道叫鲁大师 当然不是师父的师是师论的师 鲁大师 这个二位专家今天到我们的台上 我就不能替大家错过了 因为我自己确实罗列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是专业性的 也有的非常接近于小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相当一部分的人平时只会在置业的时候 会把头脑转向房地产 所以大家的问题就好像非常的幼稚 但是没关系 今天只要二位大咖愿意在台上 我提出的这些问题 希望代表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 您二位都能够仔细地回答 认真的回答 好吧 鲁老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因为我个人在置业方面 也没少麻烦他老人家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也算是开宗明义 刚才阿姨们唱的这首歌叫 共筑中国梦 现在除了中国梦 共筑中国梦这个口号以外 还有一个口号 自从咱们国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之后 大家都会说了 一句话浓缩成四个字 叫什么呀 谁能告诉我 阿姨不是不忘初心 这句话是和房子有关系的 一带一路是给他们盖房子 还有人知道吗 什么呀四个字 我替大家说 房住不炒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那么鲁老师 我想问你 现在提出了房住不炒 这个概念 有的人就开始说了 也可能像我那朋友似乎 死等 等 肯定降 你放心 他不降 我降 你降什么呀 你公司只能降 房价永远不会降 对吧 那提出这个房住不炒的概念之后 是不是说 未来要一系列的出台什么 有力的措施 打击房地产的这个炒房行为 咱说刚需是刚需 打击炒房行为 有人说 会不会因为打击炒房行为 导致市场降温和降价呢 这个问题 请二位回答一下 好吧 我来说 大卫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挖坑高手 他每次拿出这问题来 都让你非常难回答 因为房住不炒这个概念 是我们习主席这一次提出来的 没错 房子是用来住的 真的不是用来炒的 什么叫炒 炒就是投机 那么呢 投机行为 对于房地产的这种 这种伤害或者说影响 是非常恶劣 非常大 但是呢 话说回来 我们知道 习主席是这样的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但是习主席没有说 不是用来投资的 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么多朋友 大家想想 我们有我们的刚需客户 有我们的改善客户 对 也有我们的投资的客户 没错 但是我相信坐在我们的这个会场 也包括我们现在身边人 投机客户有几个人 炒的有几个人 这个心胸比我还动 他的一线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到场的 还有我们陆境地产的老业主 也有我们进南湾 尊贵的贵宾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曾经有过很成功的投资经验 像从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来看 以我个人的那个看法呢 就是说本身 从炒房角度来看 炒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行为 但是呢就是在我国的话 就是我们早就颁布了各种 限制房地产投机行为的政策 你比如说那个延禁 短期的那个更名 对吧 提高五年内的房产交易税等等 说白了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炒房其实早就已经被杜绝了 那么到目前 中国房地产发展到现在 那除了手制改善 投资三大需求外呢 我们所谓的炒房 其实像现在已经可以说 是个伪命题 所以说未来 所谓的炒房对我们中国房地产的 售价也好 价格也好 就价格或者说我们的销量 其实像我个人感觉应该说 都会是影响比较小 这个现在基本上早就被杜绝掉了 非常非常难 基本上炒房的空间没有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说中国的楼市 不能孤立看 要跟世界做对比 说你看多少年前 某个国家如何如何 和卢老师 这前两天还在他朋友圈里发 他在看那个 BBC的安德鲁 写的世界史 我就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咱们从房地产 全球各国的这个发展趋势 横向来对比的话 你认为中国的楼市 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 会一个根头栽下去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的一直观点就是 房价的问题不能孤立的看 要和我们的大的历史来联系起来 到今年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四十多年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那么大家想没想过 当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中国的一个什么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记得我当年 刚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八十年代 当时呢 全球有一百五十多国家 现在有两百多了 因为后来 解体啊 或者说战争啊 一系列的原因 一百五十多国家 当时中国的经济地位 在全球拍到一百零几位 所以当时世界上分成 叫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 而中国是第三世界的老大哥 我们是全球最贫穷 最落后的那一个系列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 到了今年 中国现在到了什么状况呢 我们现在是 已经是跃居到世界第二 没错 四十年前 当时我们的邻邦 一个小国家 日本 是我们的经济总量的三倍 是我们经济总量的三倍 也就是说日本每年的经济的 国民生产总值 是中国的三倍 对 当时我们是他的三分之一 我们是当时美国的七分之一 对 那么我们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今天我们现在是美国的百分之七十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差不多在七十八万亿左右 美国每年差不多在一百一十万亿左右 而今天我们现在是日本的国民经济总量的四倍 四十年我们从他的三分之一 现在变成他的四倍 所以到了今天 中国的国力 已经大幅度得到增强 大家如果研究十九大的报告 你们就可以知道 十九大报告里面 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 我们到2035年 我们将成为世界先进 这个叫寄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国民经济总值超越美国 达到全球第一 没错 而且就是我们去年刚刚结束的十九大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 从十九大的报告里看的话 那么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方向 那么就是到2020年 那么我们国内要全面消除贫困人口 对吧 达到全面小康的这么一个社会水平 然后到2035年 那么我们国家基本从大的宏观来看 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现代化 对吧 那么从我们海外的一些学者的一些解读 包括我们的一些经济发展指数的 一个预测计算来看的话 那么预计到2035年 那么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将会全面超越美国 这就是我们国家正在真正日上的 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现在西方的学者已经在开始警告美国 叫警告美国 就是说希望他们要认真的认清现实 也就是说在2035年 也就是在未来的十年 快一点十年 慢一点十五年 世界的格局叫做中国第一 美国第二 所以我看今天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带了很多小朋友来 当这一批小朋友长大成人的时候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一代 没错 非常有意思 前两天我也跟一些这个北京社会院的学者们 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大家会畅想 其中有一位东北的学者 他畅想说 他说我敢 预感 未来我们国家的东北 很有可能 像美国的德克萨斯一样 广袤无人的这个大土地 机械化的生产和播种 根收 然后很少的一部分人 然后去分摊这么大的生产面积 他说那个时候 我们东北人也可以向美国人互相开玩笑说 东北人就是我们中国的redneck 因为德克萨斯人天天耕作 脖子朝天晒红了 所以在美国一般称德州人 说这个人是redneck老 红脖子老 其实他们俩刚才说的吧 我信 这是一个大趋势 但是卢老师也说的对 我是一个挖坑高手 接下来呢 我还得抛出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问题和国家的层面无关了 国家在争争日上 但是每个人所看到的 肯定都是和眼前相关的 这两天天津的好多朋友都在转 北京的一个叫什么 什么我忘了 一个和楼市有关的公众号 他说他清明节前夕 或者清明假期 来天津转了几圈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天津不行了 好多人转发反驳 甚至还有公号 咱们天津的公号 天津娃娃自己写 说你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在那篇文章当中 他也提出了一个观点 也有人问我 你说他完全说的都是错吗 他说什么呢 你看天津现在四处是建筑工地 遍地是住宅小区 可是我们天津人就这些 难道真的没过剩吗 这个问题二位怎么回答 怎么来看待呢 我先来回答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中国的 咱们现在看到我们的 现在的人口和目前的 再见的这个项目 我们可能会觉得 而且还有很多人讲 以后的父母会留给孩子 房子会不会过剩 对 那么呢 中国呢 咱们现在有一个 大的国策的调整 叫做在中国建设五大城市群 对 然后再有一个 前一段时间要补充了 和长沙 武汉 郑州 三个小的城市群 也就是说 未来中国的大量的人口 将全面聚集于 这五大城市群 这五大城市群 就是叫做京京城市群 然后上海城市群 上海城市群 广州城市群 成都 重庆城市群 和西安城市群 大家记住 未来中国的所有的人口 将向这五大城市群聚集 因此我们会面临着一个 13亿人口的一个 大迁徙的问题 刚才大卫在讲说 可能未来东北会像德克萨斯 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农业 农业省份 我们没有一个像美国的德克萨斯 原因都是 人非常的散岁 对 因此 中国最大的一个国策 也是咱们这一次 十九大中明确提出来的 继续强化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 对 什么概念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 只有57% 对 而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 达到百十分之八十 我们也就还有一个 百分之二十三左右的路要走 对 它涉及到多少人呢 涉及到了未来 我们将有三亿左右的农民朋友 要进城 三亿左右的农民朋友要进城 真正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 推动我们住宅市场的 是这些增加型的人口 农民们进到城镇 城镇的人进到二三线城市 那么二三线城市的人 向一线城市聚集 这是未来的一个大格局 没错 也就是说 那个真正的那个 目前国内的这个城市化 还远未达到这个 踏沉远 标准 是吧 那么像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就是那个 说投机 是吧 那投机行为的话 被一直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过剩 是不是真的过剩呢 我觉得是远远还未到这个地步的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刚才我们卢老师讲到的 关于这个城市化的问题 那么目前国内的城市化率呢 只达到了57% 但是按照参照国外的发达国家水平的话 一般都会在70%到80%这样一个标准 这是一个衡量指标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人口增长这一块 那么在中国目前 我们的人口峰值 至少在未来几年内 应该是还是没有到我们的真正的人口峰值 我觉得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的话 那么说我们国内这个房地产开发过剩 我觉得真的是还是为时过早 二位的话我提供一个现实的一个佐证啊 就是有供一个东北的朋友吃饭 我国最北端的省份黑龙江 这个他的亲戚呢 是在农村地区生活 现在也毅然决然的要决定 到靠近哈尔滨的一个叫随化的地方买房 原因很简单 他跟我说 他说他的这个亲戚家人生病了 开着车到镇卫生院 大夫说我这治不了 你得到随化去看 然后他就开着车奔着随化去了 到了随化以后他就在想 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都在这些城市 我为什么要住的那么远呢 就动了买房的念头 我补充一下 实际上城镇化不单纯是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天大家看电视 我们可以看到了中美贸易战 那么呢 我们像美国的进口的大豆等等提高关税 那么回头很多朋友在讲 怎么是一个中美贸易战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和一个农业国家 美国造成了一个农业国家 因为我想在这跟大家讲一下 建国70年来我们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一直高度高度依赖于进口 我们现在自己解决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吃饭的问题 那么呢这么多年来改革开放以来从包产到户开始实际上我们农业是大幅度在退步 为此撤村进阵并阵是必然的国策 没错 所有的自然村落撤掉 然后土地由集约化的大规模的使用 做农业的现代化 对 否则的话中国人永远 我们粮食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粮食问题不解决的话还真是很大的问题 没错 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改善居住环境的问题 是要激发土地的活力 激发土地的活力的话 那么就要把农民从城镇给从农田上解放出来 他们会大量的进来 因此中国的房子不是过剩了 是远远不够 你大家想没想过 如果有三亿农民进城 我们就需要有一亿套住宅 一亿套住宅 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 和咱们今天的主题有关 回到了天津 二位觉得 今天下午此时此刻 二位如何看待天津的楼市 分别判断一下 它的走势会怎么样 谁先来呢 卢大师 我先来 我特别想说一点 因为刚才 这个话也没说完 我觉得 真的我希望和在座的朋友来交流一下 中国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运的一代人 我今年这个年龄 我基本上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全部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年7% 8% 9%的增长 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不同 而且 我想 真的想问一点 大家知道吗 什么时候 中国人 中国在世界上做过第一 什么时候 大家想过没有 问我吗 大家可以一块回答 你代表大家 汉唐时期吧 元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不能算作我们国家的这个一个朝代 我觉得汉唐时期应该 康前圣事也是 清朝那 中国有三个强大的时代 汉武大帝时代 然后呢 圣唐时期 再加上叫康雍前 三个时代 但是呢 从汉武大帝时代呢 当时西方有罗马帝国 我们中国肯定不是第一 到了康雍前时代 欧洲已经工业革命了 工业革命了 我们也不是第一 真正的第一 一定是我们在圣唐时期 我们叫做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唐太宗 唐明皇 大约的时间就是670年到740年左右 大家知道吗 670年到740年之后 到今天已经有1300年了 这1300年里面 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民族 那么在1300年之后 在我们这一代人 又迎来了未来成为中国第一的这种可能 或者这个门槛 所以说那个 在未来的15年 应该说我们国家整体的这个形式 应该是一个就是非常安静 第二个是经济稳步增速发展 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化的 对 当大方向确定了之后呢 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又天津又赶上了 这一次习主席所努力倡导的千年国策 叫做经经济一体化 那么我们天津作为经经济 这个大三角形 北京天津雄安 这个大三角形中一个发展的一级 所以我们一直说 我们迎来了10年到15年的黄金窗口期 对 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我们的投资之业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微观角度来讲 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一体化 一定让我们这一条线成为一个最好的发展带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我的信心 对 他们是从宏观的角度 学术的角度来分析的 李总您接着谈谈您的观点 对于天津 刚才我们讲那么多宏观性的东西 归根结底呢 都是回到我们最本位的 对吧 第一个 现在投资房地产 买房子是不是合适的时机 对吧 第二个 目前我们出手买房 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价格位置 是吧 这个地上我觉得我们今天来的 在座的嘉宾应该是最关心的 两个问题点 其实刚才二位说到这个经经济一体化 大家可能有从新闻上注意到 北京的一些服装批发市场 在关庭转移之后呢 我听说啊 职业特性 我也总会和这个记者们去打听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喉桃附近的 王领堤服装批发城啊 有很多北京啊 洞批啊 还有这个天安等 这些大的服装批发商进驻以后 第一件事笨的不是店铺 也不是当地的这个其他场所 而是房屋中介 因为他在这做生意 他要安居才能乐业 所以说我提供给大家这个 只是一个参考 就是哪个地方越火 它变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地方 人才就会涌入 人才一旦涌入有限的东西 逐渐就会变得稀缺起来 是的 我听说咱们这个北教新区 万科也进驻了 是吧 万科呢 应该说 进入这个北教新区 应该也有一段日子了 应该是17年的时候 那么就是 这个北教新区这个板块呢 其实就是前两年呢 就是政府作为重点 规划发展的一个新程板块呢 也是一直备受社会的关注 那么万科呢 大家应该一提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啊 那么就是万科的实力呢 也不容赘述 对吧 那么就是作为国内的 一线房地产标杆企业呢 那么它的进驻 那么对于我们北教新区的 未来的开发以及建设来说 我想应该说 这个是信心满满的 那么北教新区 那个自从进行一级土地开发以来呢 万科作为它的一级土地整理商 对吧 那么对整个片区的 全新的一个规划 那么都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工作 目前呢 整个北教新区一个建设呢 也是在稳步推进当中 那么我们陆境地产呢 作为北教新区 抢助进入的首个企业 首个楼盘 那么我们也是作为第一个 进入板块内吃螃蟹的企业 也是感到责任重大 对吧 那么加上万科跟我们陆境 两家企业强强联合 我相信这个板块在不远的将来 那么肯定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 呈现给我们的业主 呈现给我们天津的老百姓 刚才西雄总说到了 说老百姓买房子 其实最实际的就是说 这房子移不移居 有没有生殖潜力 包括如何挑选 这都很实在 刚才您也说到了 北教新区 万科进入是整理土地 咱们是负责具体的这些开发 强强联手 那今天你作为老总 得带点干货来 有没有带一些什么图啊 什么这个介绍啊 这是必须的 就是咬到咬到 就是嘛 这坑你算过去了 你算跳过去了 也是借助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一会分享一下 我们整个北教新区的一个 总体规划 包括我们那个 首开俊南湾的 产品的一些情况 那么也希望能够 将这个信息及时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么我们呢 可以看到那么屏幕上 这个就是我们 北教新区总体的一个 控制性规划图 那么这个总评规划的 总的一个用地面积 达到了4350亩 那么总建设规模呢 达到了近500万 平方米的这么一个规模 那么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有我们的居住用地 有我们的商业用地 以及我们的社区配套用地 包括我们的教育 公共设施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整个规划来看 首先我们的居住用地 占地的比例大概是在 百分之三十四 那么这是我们的居住指标 可是我们的绿化用地指标 有多少呢 百分之三十二 那么也就是说 我整个的一个北教新区 这个全新的一个规划的话 我的居住跟我的 绿化用地的 基本上达到了一比一的比例 所以说呢 就是未来整个 北教新区的移居生态环境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这是从景观生态来看 那么我们看到 北城郊野公园 其他就坐落在我们 郡南湾的北侧 那么北城郊野公园 因为在座的可能很多都是 我们北城当地的居民 那么可能对这块都比较熟悉 那么北城郊野公园 是沿着我们项目北侧的 永定新河 那么长度延远六十公里 那么整个的 郊野公园的规模 达到了一百六十一万平方米的 这个绿化规模 所以说呢 这个公园呢 一四年建成以后 那么也是 每年都有大量的市民 往这个郊野公园进行这个交游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呢 就是我们整个 项目东侧的北运河 那么北运河呢 它作为金航大运河 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那么2014年也被评为 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政府的 这个规划呢 到2020年 那么运河的北京通州段 到天津段呢 要实现游船的通航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到的时间点内 那么我们天津北运河段将完成全面的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那么这个北运河就在我们郡南湾的家门口 那么交通方面 其他就是说那个北城区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上网可以查一下就是什么呢 在十三五末呢 要全面完成四横六重的一个路网的一个建设 什么叫四横六重 那么就是说针对北城区的内部路网来看的话 那么首先是要打通东西向的这个路网 然后呢 提升我们南北向的那个通行能力 然后呢 有效连接我们的主城区以及北城开发区 从这个路网的外部环境来看 是要形成跟我们的主城区 以及滨海新区 六个方向形成有效的衔接 那么这就是我们路网的一个规划 那么回到我们北朝新区内部的这个路网来看的话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四横六重 四横当中的金勇公路 就位于我们郡南湾的北侧的那条道 最上面的那条道叫金勇公路 那么它是四横当中的一横 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其他的主干道 陈昌道延长线 也就是说我们金宝县的快速路 那么这一块的话 就是双向通行宽度达到100米 应该是双向搭车道的这么一个通行的这个路段 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的东侧是紧邻外环西路 那么外环西路呢 在17年的时候也已经全面提升为城市快速路 所以说呢 我们从项目的 不管是东西南北来看的话 我们的路网出行都是非常便利的 那么从地铁来看 从最新的我们天津市的地铁发展规划 那么我们的地铁一号线的西沿线 以及我们的规划的十二号线 都途经我们俊南湾的西侧 那么其中呢 一号线的延长线呢 重点是在为我们的河北工业大学 那么河北工业大学呢 离我们项目的距离 大概是一公里的距离 而十二号线呢 是在河北工业大学跟我们俊南湾的距离之间呢 应该有一站 所以说呢 我们俊南湾是坐享两条地铁线的一个便利 大家也知道投资房产的话 除了我们市中心 说我们升值潜力以外 那么对于投资环程或者那个其他区域的话 最关键的两个衡量指标 一个就是靠不靠近地铁站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片区 未来有没有一个大的整体的规划 而这两个 我们俊南湾全部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从商业来看 那么首先从我们俊南湾内部呢 我们配件有5000平米的商业配套工件 那么这5000平米的商业配套工件呢 完全能够满足我们俊南湾的业主热厚的热厂消费需求 另外在北较新区 我们整体的商业板块的规划当中呢 我们的商业工件配件达到了百万方平米 所以说呢 就是说 未来的几年 我们北较新区包括我们的社区的配套消费 以及我们的购物中心 我们的那个社区活动中心 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医疗文化各方面 那么这些业态都将呈现在我们北较新区这个板块里头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效果呢 就是位于我们俊南湾南侧的 我们临街的5000平米商业底商 一层跟二层都是我们的商业配件 那么可能呢 就是很多购房的家庭呢 很关注我们家庭的一些教育的问题 像呢 就是我们俊南湾这个项目呢 作为北较新区的首发楼盘 那么我们也是 也占据了很多我们教育方面的一些优势 首先呢 就是俊南湾呢 它本身是依托我们河北工业大学 这个浓郁的这个学府氛围 那么河北工业大学呢 是全国211重点学府 那么我们都知道211呢 全国的话也就100所左右 所以说呢 我们依托的学府背景 非常的有优势 第二个呢 就整个北较新区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两个中学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就是以京宝县快速路为南北县的话 那么南侧跟北侧分别都有一所中学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小学 那么整个北较新区呢 规划有五所小学 而我们俊南湾 左侧地块跟河对面的地块呢 都是有两所小学的 所以说日后呢 我们业主的孩子上学教育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整个北部 北较新区呢 配建七个幼儿园 其中的一个幼儿园呢 就位于我们俊南湾的小区内 那么整界面呢 是达到5000平米 大概是18个班的这么一个建设的一个规模 那么对于小区内部的景观来看 那么我们设计了五重的园林景观 你比如说我们的幼阳水岸啊 我们的竹林雅境啊 包括我们的盛景春热啊 这些景观组团呢 热厚的话 那么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的业主面前 那么我们业主住在我们俊南湾的小区里头 也会享受到我们舒适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跟我们的一个品位的一个空间 同时呢 俊南湾呢 也是在天津呢 首次打响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主题 叫什么呢 关注儿童成长型的这么一个社区建设 我们叫它叫月童成长社区 那么月童成长社区 首先我们俊南湾项目 它能够满足我们零到十二周岁的 各个年龄成段的我们儿童成长 不同的生活娱乐方面的一些那个主题方面的一些配套设施 在里头 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小区内部有五个主团呢 是跟儿童的成长有关系的 像疯狂的蚂蚁啊 蜗牛的迷宫啊 包括那个北极熊啊 这些主团呢 都是在我们小区里面呈现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是俊南湾的一个鸟看的一个全景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项目的东侧北运河 其中呢这个我们在这个拐弯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 未来北运河边上五万平米的一个社区型的一个景观公园 五万平米的 那么基本上我们小区出门就是公园绿地 同时呢 那么我们在北交新区的三个公交总站之一 有一个就在我们这个五万平米的这个景观小区 景观公园里头 所以说呢 我们出行就是公交 出行就是地铁 对吧 那么我们开车 那么出门就是金宝 进入是我们的快速路 三分钟距离 三分钟的时段 我们可以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留言 留言板块 所以说呢 精神上跟城市之间 我们是实现了一个无限的一个奉劫 好 好 这个就是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们那个进南湾整体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情况 说的很实了 那说了半天 可能台下的客户最关注的就是 这次都推出了多大面积的房子啊 然后准备卖多少钱啊 这个新勇总 我们这哥尔达都关心 我们哥尔达刚才那是说 真好 就是不说多少钱 就是包括卢老师也好 还有那个大外 是好像 一直也是比较关注我们进南湾的一个开发建设的一个进度 那么今天呢 这个活动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项目首开 那么就是升级活动 对吧 那么我们进南湾 刚才就没了 就是进南湾呢 那就是我们这次首开呢 大概是有五栋楼房 是临着我们项目的南侧 锦埃 这个北运河边 那么包括三栋洋房 两栋高层 其中呢 我们高层的户型呢 是85 87 还有89 108 四种户型 那么是两栋楼 这两栋楼呢 总高度呢 是25层 一到二楼呢 是我们刚才看见的商业配件 另外洋房呢 是一号楼 四号楼 六号楼 一号楼呢 是位于我们小区的中间的一个组团位置 那么它的户型面积是138 那么四号楼跟六号楼的它的户型面积是一样的 标准户型都是128平米 是三居时的 刚才138平米的是四居时的 其中呢 我们六号楼洋房的一楼跟二楼呢 也是底层配件 四号楼呢 是一楼是带院落的一个组团 包括我们一号楼 大致呢 我们这是首开的五栋楼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其实上我们这次开的户型呢 也并不是太多啊 所以说呢 就是自从我们要推出这个首开的信息以来呢 我们也是得到了广大那个客户的一些关注 那么就是尤其是我们高层的产品 对吧 真的是就是因为现在放眼 我们整个北城区的话 可能也就只有我们俊南岸 目前是在推我们的一个 两居室跟三居室的小户型的这么一个面积 不管从单价还是总价 我想应该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且呢 也是非常能够就是打动各位 那个在座的那个嘉宾啊 因为呢 其实现在我们项目作为 北较新机的首发项目呢 基本上我们 在产品的设计 以及在我们推盘的户型方面呢 也是充分考虑到 那么我们业主的实际的一个需求 好 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卢老师一个问题了 说到这儿 这个您觉得这样的房子值不值得投资 我觉得说这个 别看新雄总啊 看我就行 看着大家 是这样子 那个 今年 现在是2018年 如果我们往前倒到 2008年 十年前 今年的太阳城卖三万多 对吧 卖三万多 然后呢 如果我们倒到2008年呢 那个时候差不多 应该在九千 八九千左右 差不多这个程度 然后如果我们再往前倒十年 可能太阳城没有呢 倒五年吧 倒到2003年的时候 2003年 2004年 刚才有个业主 比如说 绿轩员 他2004年买的嘛 三千块 三千多一点 三千多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在煤江 煤江四千 太阳城三千多 然后十五年的时间 从三千多 三千五 然后涨到三万 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回报率呢 所以我是觉得 关于投资的问题就是 看今天的起点 然后设想未来十年的高点 然后把未来的空间 你按照十年来分割下来 说实话 在中国最好的投资商品 肯定是房地产 我前一周前 上个周末 我还真的去看了一下 看完了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是 实际上我没有条件 站在这儿说 因为我被限购了 对 你早早的就被限上了 对 我是被限购了 所以我是希望 等到限购解除那一天 新雄 别把价钱涨得太高 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 共同的想法 我们作为这个营销人 像这么多年来 就是有一件事挺感慨的 那么就是我们天津的房地产 应该 我觉得正式起步 应该是从03年开始的 对吧 那么06年 07年 是一波行情 对吧 那么08年 我们赶上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是吧 那么08年房价呢 可能大伙都下跌得很厉害 可是转到09年的时候 房价忽然之间全面爆发了 然后到了13年 也是有一个新的一轮 一个增长 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营销人来看的话 我们在曾经的楼盘当中 我们曾经苦口婆心的 劝我们的看房的业主抓紧买 价格很合适 可是呢往往有 既有是买完的 但是呢 也有是比较遗憾的 当初可能考虑 哎呦 这个价格是不高了 是吧 可是我们在回顾 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 中国 不要说中国各大城市 就说我们天津自己吧 对吧 那么我们03年的房价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07年的房价 是什么样子的 0913 甚至包括我们最近出现 16年 对吧 那么16年的 最新一轮的房价的一个 报复性的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 郡南湾 推出来的 高层也好 洋房也好 我们这个价位多 应该 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抛开 我们工作层面 不说 就跟大家 就说新平气和 作为朋友来交流的话 我觉得目前 首先 首先北城区 它是环城四个区域当中 最有潜力的一个发展区域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郡南湾 作为北教新区 首发楼盘 占尽了天时地利 真和的 是吧 所以说呢 项目肯定是值得 我们大获期待的 好 再次感谢二位 深入浅出的分析 来说了半天 口干舌草 大家给点掌声吧 谢谢大家 也请二位到台下就坐 其实呢 我相信机会 永远是给 有准备的人留着的 当然买房置业 这个东西 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大事 为什么是大事呢 因为前两天 新闻当中也报道了 有关部门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居民的存款指数 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说明很多人 会盲目的 给自己加杠杆 但是我相信 今天在座的各位 没有 大家要么就是刚需 要么就是迫切的 需要改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认真考虑 量力而行 但同样 不要错过 好多房产中介 都会在他的朋友圈里 发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仔细想想 抛开他的职业 他说的有道理 那就是最开始 他催着你看房的时候 你永远不着急 你永远觉得 他要挣你的中介费 但是等你想起来 主动催着他的时候 恐怕你想给他 几倍的中介费 你也未必买得到房 所以说 这也是咱们 推心致富的一种交流 刚才新雄总说了很多 关于我们 军兰湾项目的 一些配套啊 如何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时间 真的到实地去看一看 有的可能只是 周末抽出个时间 逛一逛 接下来 我们今天活动的 主办方路径地产 非常贴心地为大家准备了一项 高科技的应用 高科技的应用 什么高科技应用呢 VR技术 当然了 那个先生 你把头转回来 你不用回头看 我们不可能 每人发一个头盔 你们一屋子 带了都跟那个 星球大战里边 原力武士似的 都是头盔 不是 我们通过身后的大屏幕 帮助大家 以VR的视角 来看一下 我们的楼盘 我们的项目 到底是什么样子 请欣赏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项目 路径俊兰湾 27万平米的生态人文大盘 也算得上是 北较新区的杠顶之作 来把我们的视角 抬高一下 平面图都看过 但是这样的视角 我相信 好多朋友 应该今天是第一次看到 好 大家现在看到了 我们的高层部分 阳房部分 还有刚才 新省总说的 这个北辰的 这个运河文化公园 如你所见 一览无疑 那位阿姨还在 指给女儿看 我们大家 静静地来欣赏一下 这个社区的 北侧和东侧 大家都能看到 可以将北运河的水景 尽收眼底 高层和洋房 是自北向南的 错落格局 目的是什么 每一户 都有比较充足的 日照时间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 园林部分 进入下一个场景 好 现在是我们的 鸟看图 更高的一个视野了 闪烁着的 给大家念一下 可能后排的 看得不是很轻 我们从最右下方说 那里是主入口 我们项目的主入口 叫 悠然水岸 它的上面 也就是我们洋房 有盛锦春日 再往北 我们的高层部分 是瓢虫的家 往左边看 蝴蝶的院子 在左下方两侧 分别是 疯狂的蚂蚁 蜗牛迷宫 和竹林雅境 别着急 我们的VR技术 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看一下 现在 那工作人员是从我们 入进俊兰湾的 小区入口 开始为大家介绍 这里呢 是人车分离 保证了您的安全 绿植非常的多 稍后我们也会 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 洋房绿地呢 应该说是和北运 和公园相呼应的 而高层采取的是 大景观维和方式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绿色会围绕渗透到 大家的每一个视角 整个俊兰湾社区 呈现的是 一环五元 多组团格局 换随着这道水井小路 大家进入到的是 水井主题的洋房院路 两侧就是洋房 大家看得见 悠然水流 抵挡心灵 下班以后来到这 休息一会儿 也挺好的 至少呢 你被老婆赶出家门以后 你还有一个地儿 能够解解气 是吧 这是一个连郎设计 我特别喜欢 小区当中的连郎设计 因为这个连郎设计 其实很人性化 你看到台湾旅游的人 会发现 台湾所有的店铺 门口都有门廊 为什么 它常年下雨 没有门廊 你怎么让顾客 待着呢 停的那些小哺哺 那些机动车 怎么办呢 我们的连郎设计 让你在休闲的时候 能够躲去烈日的暴晒 能够真正的 让你比较舒服 让我们的VR来生成一下 接下来要进入的是 盛景春日 我们的洋房距离 我们的滤植离得非常近 大家注意看 跟随我们的这个VR视角的动线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 洋房组团当中 一个比较私密性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到了吧 为什么在这里所有的树 不都是绿色的 因为我们路径地产 非常贴心的 选择了很多珍贵的树种 在洋房组团当中 所以你会到时候看到 很多名贵的绿植和树 同样刚才我说的 私密性的地方 就是半围河式院落 目的是什么 是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哪怕是会见一些 不方便进家门说的朋友的时候 你有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很多家事工作的事 不想让孩子了解的话 在那里您会有一个 比较惬意的聊天环境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 竹林仰境 现在我们还是在洋房组团的南侧 刚才我们看到了 有很多名贵的花 还有半围河式院落 给大家创造的私密空间 非常的好 另外 接下来洋县要带我们去的一个地方 它的绿植应该说在天津来讲比较少见 北方都比较少见 什么呢 看左侧 竹子 每每提到竹林 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 武林高手 但我更多想到的是竹林七贤 古人非常愿意在竹林当中喝茶读书 所以如果您有兴致的话 完全可以在这样的私密空间当中 戴上你的耳机 捧上一本爱看的书 不管是周末 还是天气好的时候 都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竹林下阅读的 不一样感受 当然这里除了阅读 更适合我们老年人 大大太极拳 树洞树洞筋骨 也都非常的适合 瓢虫的家 我们的VR技术特别的细心 大屏幕的左侧 绝大多数的 我们看到的是实景 在右侧 是由你所处方位的动线图 大家可以对比着来看 现在你会看到 有粉蓝相间的一样东西 它叫做24小时慢跑道 然后我们走在慢跑道上 进入的是瓢虫的家 这是一个0到3岁主题儿童区 刚才在西雄总介绍的时候 也提到过 可以停放母亲的婴儿车 让孩子们在这里尽情的玩耍 大家注意看 秋千的那一侧 那是家长坐的地方 我们可以坐在那里 看看手机 陪着孩子玩 说到这个慢跑道 我想多说两句 现在城市当中 大家都很注重健康 健身啊 如何如何 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原因 周末不能去健身中心 怎么办呢 组团夜跑 其实说夜跑呢 也是大多条件所限 要么就是小区里没这环境 要么就是说呢 这个住的呢 又不太方便 海河边文化中心 都有夜跑一族 但是我们的峻蓝湾项目 在小区里设置了 24小时的慢跑道 只要你愿意 你愿意为健康流汗 只要你想 随时随地 慢跑道和健康人生 都欢迎你 顺着慢跑道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 还是一个月同成长社区 其中的一个项目 叫什么呢 马上就能看到了 蝴蝶的院子 也是在我们的慢跑道旁边 蝴蝶的院子呢 它相对来说 适应的是六到十二岁的大孩子 小孩这个东西也挺好玩的 稍微大一点 就不愿意和自己 比自己小的孩子在一块玩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觉得玩不到一块去 所以峻蓝湾很贴心的 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 需要的游乐设施 打造了蝴蝶的院子 大家看这些游乐设施 应该说只会在美剧和英剧当中看到 因为这种类似于树屋式的设计 是适合一定年龄段的 这种分区避免了过小的孩子 来冒险造成受伤的危险 有秋天 有这些滑梯 这些儿童游乐设施 应该说还是很全面 想的也是非常细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路径地产 在天津打造的月同成长社区 能够如此受到家长们的欢迎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 疯狂的蚂蚁 这疯狂的蚂蚁可能适合的是 更大的孩子了 年龄更长一些了 这些孩子呢 前边那两种游乐设施 已经完全满足不了他们 所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释放 比如什么呢 球类运动 踢踢球 打打篮球 而且三个儿童的这个休闲游乐区 都是用慢跑道串联而成的 它的长度 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说我刚才活动开始前 跟新雄总还聊 就说真的要在这个 峻南湾项目的慢跑道上 跑上一圈的话 我估计应该能达到脂肪燃烧的标准 那就是配速在6.5左右 20分钟以上能够减掉脂肪 我估计这个长度应该是够了 这就是我们的疯狂的蚂蚁 蜗牛迷宫 大家看 你看左侧 大家看看这像什么样 像不像玩滑板 从高处往下滑 或者不断地向上去冲击 这些游戏更适合大孩子们玩耍 所有的儿童游乐区 都有家长的座椅 方便大家看着孩子 照顾着孩子 多漂亮啊 提个建议吧 如果你有兴趣 在我们的项目内慢跑的话 我建议大家 亚洲人还是可以选择 这个日本某品牌的跑鞋 它的这个鞋底的 对于人膝盖和小腿肌肉的力量支撑度 更适合我们东方人一些 当然体型过大的人 可以考虑美国的索康尼亚等等 这些都可以 橡胶跑道的话 大家的鞋底呢 应该尽量的薄一些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很柔软了 但是如果是在硬地上跑的话 鞋底一定要厚 因为要给我们的膝盖 足够的一个力量支撑和慢回弹 这是我们的疯狂的蚂蚁蜗牛迷宫 好 这就是我们带给大家的 俊蓝湾VR技术的全景呈现 看完之后 大家再结合着 李新雄总 还有鲁赵明先生刚才的介绍 应该对我们的项目 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说了 要有两轮抽奖 听了这么长时间 来我们来点音乐好吧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进入到抽奖的环节 在场的还有没扫描过二维码的吗 还有吗 举手我看一下 应该都没有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度请上陆小进 为大家来抽取第二轮的幸运来宾 刚才有朋友问我们啊 奖品是什么 我跟大家来说说 先从三等奖说起 三等奖的奖品呢 是咖啡套装 我猜应该是手冲壶之类的 挺好的 二等奖是电压力锅 一等奖是电烤箱 总而言之 都在提醒我们 俊兰湾的未来业主们啊 以后 哎 还是刚才那小手不停在捣 那先生 为什么听完这三个奖品 和女朋友相视一笑 两个人都尴尬低下了头呢 谁也不愿意扛起做饭的重任是吗 多回家吃 少在外边吃 添加剂太多啊 三等奖咖啡套装 二等奖电压力锅 一等奖电烤箱 接下来还是先抽三等奖 三等奖15个人 二等奖10人 一等奖5人 大爷您又上来了 好 我喊开始 您喊停 好吧啊 三二一 开始 接 恭喜这15位朋友 恭喜你们 大家找一下啊 留意是最后一轮 我们的工作人员 先不要切换掉 慢慢地让大家找一下 有吗 有三等奖中奖的朋友吗 举手我看一下 哦 祝贺你 看到你了 这边有吗 哦 看到您了 祝贺祝贺您 这位小姐 好 接下来我们抽取 二等奖 二等奖是10个人 这是二等奖奖品 是电压力锅 来 三二一 开始 恭喜这十位朋友 哎 那第一排 左手 第二个挺等的啊 不好说 别说 您要觉得电压力锅 不好用给我啊 我 我挺喜欢的 好 恭喜二等奖的 这十位朋友 接下来是一等奖的 一等奖是电烤箱 这回是让陆小进喊开始了 来 你喊开始 开始 参饮定制升级 Michelle 汪洋 杨洋 小百姓 恭喜这五位朋友 哎 这五位朋友在现场吗 能不能举手和我们互动一下 有吗 怎么着不愿意现身 怕抢啊 哦 看到了 哎 这是阿姨 恭喜您啊 恭喜您 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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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后呢 我们的活动结束以后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场外 签到台 与我们的路径地产工作人员联系 来领取属于您的奖品 再次感谢陆小进 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到台下稍事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抽奖过后 我们要共同迎来的就是今天活动的最一个震撼人心的环节 那就是全城开启 说了这么多 玩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迎来路进俊蓝湾项目 北辰美好新时代人居大盘的正式开始 我们的启动很简单 希望全场的朋友能够配合我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一起来迎接他的亮相 好吗 来 五 我喊五 大家跟我一块喊好吧 咱不从一百喊了 太长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启动 掌声祝贺 入进军团班 开启美成美好新时代人居大盘 正式亮相 一进地上当 客户升级 其客 全城 开启 朋友们 各位来宾 接下来将是我们集中门心的客户升级环节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升级顺序啊 有一些观众朋友已经走了 你们领到那个钥匙包 你们看那颜色了吗 你们就走 没看颜色的话 先去也未必先到 我来介绍一下 有没有朋友能给我看一下 你们在来签到的时候领到的那个小小钥匙包啊 有谁能够举起来我看一下 我看到那位戴帽子的姑娘啊 你那手中的是什么颜色的 棕色的啊 好那应该是喀色啊 我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升级牌卡的顺序 是按照钥匙包的颜色来确定的 按照颜色来确定的 我是按照第一批到最后一批的顺序念 大家仔细看好手中的钥匙包 橙色 咔色 可能就是那位姑娘说的棕色 橙色 咔色 黑色 蓝色 红色 请大家仔细看一下手中领取到的这个钥匙包 根据这个颜色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引领我们的升级客户 到我们的其他场地进行挑选 再次感谢大家的配合 今天是周日 明天就要上班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周 心想事成 工作愉快 一帆风顺 朋友们再会 开始了吗 好 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郡兰湾这个客户升级牌卡现场的外场 那么下面有我接过场内的直播的接力棒 然后下一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郡兰湾的这个项目的这个两款户型 那么这两天的这个镜头里可能看到啊 这这看这个比较惨的这个惨状啊 因为这两天那个江泽这个遍延犯了 昨天呢也是发烧物 然后去那个推拿的地方给做了做刮沙 然后去了去火火确实也比较大 也希望大家注意注意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然后尤其现在这个这个春天天干物燥多喝水 然后多吃点水果什么的 注意保持这个身体这种健康 好吧 那么下面呢我来给大家来给推一下 就是两款户型 一款呢是这个郡兰湾的87平米的一个高层的两居 另外一款呢是这个它的138平米的一个洋房的四居产品 那么首先呢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这款两居户型 首先呢这款两居户型它是一个3T6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造 是一款比较标准的一个算是H户型的一个结构吧 因为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说因为现在天津那个房价升得也比较快 好多网友都在问我你说100多万这个价格总价的话 在这个天津的话到底买哪的话 如果原来的话可能150万以下的话买这个房子的话 可能只能买市区的话就只能买这个一些老的这个二手房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这款87平米的一个户型的话 按照俊兰湾他们的给出了这个房子的这个总价的预计的话 可能在130万到160万左右这个总价区间 那么130万左右的话买一个粮食的这个使用性比较强的户型的话 这个小户型非常受欢迎的 那么整体这个3T6户的布局也都基本上都是在八九十平米左右的这个结构 它是一个连廊的一个布局 就是一共有6户嘛 有三个三部电梯乘品字型摆布 这中间这一户对应过来是另外一个户 然后中间有一个连廊来连过去 所以呢这块是一个开槽设计做出来以后 变成一个南美通透的一个结构 那么首先看一个这个整体的户型的入户 入户进来以后的话 设计师在这块做了一个凹槽 这个凹槽大概的话面积看的话应该在 因为我没有它就没有距离尺寸 如果在40公分左右的这个空间的话 这块就可以做一个鞋棍 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鞋的距离大概是30公分到35公分左右 这个凹槽的话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做出一个整体的顶天立地的鞋棍的话 你会储藏很多很多的这种物品 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家里边哪个空间最东西最乱最脏 第一部分就是玄关 第二部分就是厨房 第三部分就是客厅 这些都是公共空间 大部分想要很多女孩啊 家里边可能都有几十双鞋子 如果在这做一个 大概开间是1米45 刨楼墙大概是1米3左右的空间的话 1米3做一个2米4高的一个柜子的话 大概能放到70双鞋子左右 所以这块的空间是非常利用效率非常高的 进来以后呢 这个门厨房的门 是正对着一个做了一个这个L型橱棍的一个小的一个厨房 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基本上它的这个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储藏的冰箱的位置 因为它做了一个凹槽 这块可以放到大概一个双开门的冰箱的空间 那么储藏 然后洗笛 然后煎草 这叫黄金三角区 黄金三角区的这个动线的话 从那个水盆到这个灶台之间 那个台面也是足够大的 将来你在这切菜呀 放一些炒完菜呀 炒菜一些端盘准备 这个排面也是比较够的 另外这个空间如果说你要不放不放双开门的冰箱 咱们很多家里边如果冰箱的话 感觉放冰箱的话会比较占地方的话 也可以考虑放一个冰柜 在厨房里放一个冰柜 因为大部分厨房用的都是一些冻品 比如说冻的那个肉啊什么这些东西 这样来你放一个冰柜放在这个 这块再做一个台面 然后吊棍和台面配合 底下放一个冰柜 然后你还能再增加一部分这个厨房的台面空间 然后你整个这个厨房的利用效率会更高 那么冰箱往哪放呢 大家看这个这个位置餐厅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开店是三米五左右的空间 这个冰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放一些水果啊 放一些这个饮料啊 比较常用的 在餐厅能够用的 甚至说你要放一些剩菜什么的 直接从这吃完了 直接就端到冰箱里边 这样就是双冰箱设计吧 这比厨房呢 多为一些炒菜啊 准备的那些冷冻的食品 然后这边是放一些生鲜的那种即食的食品 这样空间会利用效率会更高一些 那么往里走的话 这个玄关是一个一个一个走道吧 走道进来以后呢 这是它的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那个设计呢 也是设计师在这个墙这块 也是做了一个S型的一个墙体 这个墙体的凹槽呢 它把一部分的这种上下水管和烟道 卫生间的烟道嵌到这个墙体里边 这样来做一个菱形的淋浴房的话 正好利用了这个嵌入的这个空间 这样就比较节省整体这种 卫生间的这种面积的区间 马桶区洗面区 然后淋浴区整个三个套件的话 整体空间还是比较规整 用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刚才也说了 整个这个客厅餐厅的开间 大概是在三米五左右 然后储藏一些杯子呀 餐碟呀等等等等这些 因为所以这个空间就可以充分利用上来 充分利用下来 餐厅那位置就是这个私人餐台 如果说你要再节省面积 还告诉大家怎么做的话 可以在这做一个卡座 就跟餐厅一样 那种卡座靠墙那种沙发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餐厅的面积 还会节省很大一部分 那么整体客厅的位置 相对就比较规整了 大概是三米五乘四米多 这个一个空间吧 电视墙也比较整 虽然那个整体的开间可能比较小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小户型嘛 我们可以通过用一些 小型的这种家具来进行一些解决 阳台的设计还是比较实用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天津的户型 在规划上那是不暴批阳台的 而有一个南向的阳台 大家看了一下 它画了一个洗机的位置 适宜 我刚才问了一下 整个这个阳台上 其实是预留了上下水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洗涤的功能放在阳台上 而不用挤在卫生间里边 洗完洗涤完以后的话 你可以在这直接就进行晾晒了 那么如果要进行 要是比较追求效果的话 你可以在这在这个阳台这个位置 稍微去装饰一下 就是做一个柜子 把那个体积机 还有家里边的吨布 一些调说 一些东西直接嵌到这里边 平时不用的时候把门就关上 这样来阳台的话 可以种些花 做一些情调性的一些东西 这样来就互相不进行干扰 这个在利用上的话 就可能一个阳台两种功能 那么卧室的就是一个 一南一北的两个卧室 阳相卧室大概 两个卧室开间都在三米一左右 主卧的话 它是带了一个飘窗 可以起到空间的增大 视觉扩展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两个卧室之间呢 是做了一个梯子型的 H型的一个墙体 这个两个墙体的话 正好门是这么开以后呢 这个两个壁柜 正好可以嵌到这里边 大家注意一个原则 就是说一般我们说 房间怎么样显大 就是尽量做成一个 就是把这个柜子嵌到墙里边 会显整个这个房间会更加整齐 因为从视觉上看 整个它是一个整体 想象一下 如果说没有这个柜子 门从这开的话 这个柜子是凸出来的 凸出来的时候 这个整个这个房间 就显得不那么整齐了 就会显得这个房间会比较小 所以呢 如果大家自己家要装修的话 如果卧室里边想放柜的话 也要做最好做一面假墙 然后把柜子嵌进去 会显得整个房间会比较规整 那么这个尺度大概是3米8 刨了600的 刨了600的这个柜子的深度 大概在刨了墙的话 大概在3米1左右 3米1左右的话 放一张2米的双人床 放两个床头棍 完全是够用的 那么这小卧室相对小一点 3米开尖 3米的近深 3米1的开尖 大概在9平米左右 对于儿童房来讲 也可以就是说 因为3米的话 捡了墙的话 大概是2米9左右 2米9再捡了600柜子的深度 大概是2米3左右 2米3左右 一般单人床 大概就是3米 2米 你可以坐2米3 柜子是跟墙是交代顶 顶在这上面 然后柜子跟墙是连接在一起 然后像它这么摆位 然后小孩这种书桌放在这一块 整体这也不影响 它的整体的居住的这种舒适度 和这种功能性 好 今天87这款粮食的户型 基本上我就讲解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138平米的这个洋房的户型 这是比较标准的大面宽 短进身的一个四室的一个户型 它有四个面宽朝南的这个设计 进身我看一下 最短进身在5米8米6左右 这个洋房的舒适度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也是现在目前天津市场 非常流行的一种设计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 从玄关进来以后 它有一个独立的玄关 一米六的开 一米六成一米 大概一米六成一米六的 一个建方的一个空间 也是在侧面预留了一个 储存的一个鞋棍的一个位置 这个空间非常非常的实用 很多家里边有一些 粘土的一些物品 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除了鞋以外 比如说你出门用的一些 这个行李箱 然后小孩玩的一些 这个玩具 就是这些棒球 还有羽毛球 篮球等等的一些 都可以放在这个 预留放在这个柜子里边 而且这个玄关 是一个转换的空间 从室外到室内 进行一个天然的这种 空间的一个转换 从公共空间 到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 一个家庭空间 这个也是一个人的心情 那个转换的空间 所以看户型 一定要看这个户型 有没有玄关 有玄关 那它才是一个好的户型 进来以后呢 它这是一个客厅 餐厅和厨房 一字贯通的一个 一个结构 开店虽然是三米七左右 但是它的整体的宽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餐厅也是这么宽 然后客厅也是这么宽 这人来在视觉上看起来 整个你的空间会感觉 非常的规整 而且空透 然后厨房的话呢 也是三米七 整个一个台面也非常长 我看一下 它餐厅的宽度是600 一米三五加四百 是两米三五的 这块是两米三五的距离 这块是三米七的距离 整个台面的话 大概有五平米 五米长的一个长度 而是说 这个台面的话 应用起来的 也是非常够用的 也是比较够用的 大家看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因为 等于俊栏湾在这个位置 设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洗衣间 也是带开窗的一个洗衣间 这个洗衣间也是非常实用的 家里边最脏的地方 可能最脏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在家里擦地 然后投蹲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在卫生间 要弄蹲步池的话 你要说想上厕所的话 你可能会踩的满脚都是水 但是有独立的家政的一个洗衣间 把这个洗涤 然后储藏的功能 都放在这里边的话 你家里边就会感觉 非常非常的干净 比如说在这家都有一些洗衣液 然后衣挂 然后还有 还有洗衣液衣挂 还有一些洗涤的用品等等 这些非常杂乱的东西 如果以前的话 可能都是放在卫生间里边 但是使用起来就不太方便 而你都同时都放在这个 都堆在这个空间里边 做个架子以后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的话 你将来能再做一个落地的这种架子 然后一般的这种晾衣的话 小件的晾衣就直接在这屋里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这个空间 刚才也说了 这个餐厅的 开间和这个厨房都是三米七 如果说大家不想 不希望把这个冰箱放在这个厨房的话 也可以放在餐厅的位置 因为餐厅开间三米七的话 刨了墙大概三米五 三米五如果放一张一米八的餐桌的话 三米五减一米八应该还剩一米 一米七左右 一米七除以二大概 两侧还能剩下大概八十多公分 八十多公分的话 过人已经完全足够了 因为人过的这个通道 大概就是六十公分左右 所以这个一米八的六人餐台 可以放居中放 居中放以后 侧面放一些其他 再放一些冰箱啊 还有一些餐面柜什么的 也都是有空间的 如果是像他这个 像他示意图这样桌子 靠在墙放的话 那这面墙 这面墙的话 这个角度 它利用效率会更高 刚才说了 把冰箱放在这以后 再做一个餐台 放在这一侧 你其他一些小家电啊什么的 还有一些生活情绪类的东西 都可以放在这 这个利用率会更高 餐厅就不用再 客厅就不用再说了 三米七的开间 大概这是四米的话 放一个三人 三人的这个 三人两米四 三人的沙发 再放一个单人位 这空间也是足够用的 老人房是三米 老人房和这个主卧 它是分隔的 这样来有一个好处 就是比如说你三代同堂居住 老人跟这个年轻人的这种生活 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间 晚上睡觉时间 然后吃饭啊等等一些时间 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 老人住在这个房间 然后你主人住在这个房间 平时的话 互相不会干扰 如果家里边到一些什么矛盾啊 什么的 自然形成天然的分隔 大家这个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也会小一些 当然唯一不好的可能就是 老人房离这个卫生间稍微远一点 但是也没有办法 但是总比这个 比如说婆婆跟儿媳 我天天一块吵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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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一些吧 呃 卧室呢 在客厅的 呃 左侧呢 是三个卧室 北面一个卧室 一个主卧 然后还有一个南向次卧 也就是说 这南向次卧的开箭也 也不小 三米一左右 整个里 整个这个标准的一个 其实一个 标准的卧室的尺寸 呃 它不仅仅是一个书房 它也可以放下标准的双人床 居住问题 居住起 作为一个客房啊 作为儿童房 绝对没有问题 那么 这个位置 这是客位 客位的话 也是有 带有开窗的 然后这个 北向那个卧室 相对小一些 两米就有成三米 但是这个尺寸的话 其实也是够放下一张 呃 儿童床的 而且柜子什么的 这都是标配 都能够放下 所以这个 尺度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呃 主卧的话 是一个套的卫生间 首先这主卧的 它的这个尺寸呢 是一个五米六 乘三米六的一个 一个宽度 这个宽度的话 呃 就像它是 这个户型图示意的一样 在这儿做一个 L型的这个 呃 衣柜 分隔一下 这样来 卫生间的门 就跟这个 呃 主卧的床 就不会正对着了 从风水学角度来讲 这也是非常好的 一种设计 而且从门口 祖廊 走廊进来以后的话 需要拐一个腕 再进到 站到主卧的床 这样来对于 主卧的隐私 也是有个保护 三米六的开间 这个墙 床是两米的 双人床的话 近身两米 再加上床头 两米一的话 还剩一米多的 一米五的空间 也就是你在床的 对面的话 你可以放脚踏 还可以放这个 五斗厨 甚至再可以 再打一组 大柜子都可以 然后这个 整个这个主卧的 这个储物空间 就会非常非常充分 充分 呃 这个卫生间呢 主卧的卫生间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三件套的标准 可以带一个浴缸 然后带马桶 然后带洗手瓶 是一字贯通的这种 这种布局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这个 它南向也有阳台 阳台的话 你可以是 摇摇花啊 然后晾一些衣物啊 实用性非常强 所以整体 从这个户型 刚才讲的的话 呃 这138的这个 40辆厅的这个 呃 房型 整体舒适度 还是非常高的 呃 如果说你要是说 不喜欢 可能希望 听再大一点 然后公共空间 开展 你可以把这面墙 非 这是一个 非简历墙 成功的墙 把它打掉 这面墙也可以打掉 就是这个卧室 可以变 做成一个开放式的 多功能区 可以变成 多功能的书房 也可以变成 瑜伽室 也可以变成一个 比如你小孩 还小的话 可以把它放在这块 变成一个 儿动活动区 游戏区 在那随地 满地爬 都可以 你在这个客厅的话 同时还能照顾到它 所以这个空间 这个整个房型的改造空间 也是比较大 如果说你家里边的这个 这个卧室 不需要这个 这么大 也许它的这个 储物空间要再 再再多一点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这面墙再打掉 打掉以后 在这挖一个柜子 这柜子冲着走廊 这个柜子就装一些 家庭公共区域 需要用到的一些物品 比如说电风扇 比如说加湿器 比如说换季用的 这些凉型等等 一些 还有一些 比如说客人来了 需要临时用的一些 折叠椅 凳子 都可以放在这个壁柜里边 所以 它的因为面积 相对比较大一些 它的空间改造的 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好了 这两个户型呢 基本加湿就讲到这里 下面就请导播 给切到这个场内吧